这篇故事的主角是我,我还没携银钱,由于知道古代皇帝很多都短命且银乱,因此就认为纵欲有害。 活动时,班上某位同学会把手放在囊根那里,做出手银的样子。 有次我在家里,脑子出现同学的这个动作,当时不知道这是手银,也不知道这模作会发生什么事情。 在房间里模仿了他的动作以后,犯下了第一次手银。 印象中自己应该是在第一次手银后,就看到了飞翔老师写的文章,但当时没有认真的在学习。 我自己国中时有发现,手银后专注力会下降,记忆力会变差,心情容易难过。 心情难过这点,只要借个几天就会心情较好,但如果右手银,心情就又会难过起来。 除此之外,以前有次我发现,看黄片的时候,脚底会发热,并有看不现的东西从脚底流失,我想这是惊气。 高一的时候,自己有过膝盖痛,手无力,手抖的现象出现。 每个有在手银的人应该都有过这种体验吧,在肚脐以下,阴部以上的位置,有时会有痛痛的感觉,我自己就有这种经验。 高一开始,我比较有在学习借味良药,当时的学习量比较少,现在比较多。 我想因为我高一的时候,开始有在打坐,所以专注力下降的问题其实有被打坐抵消掉不少,我有感觉专注力有下降。 而身体方面的伤害,我自认为打坐也有抵消一部分。 且也因为打坐的关系,自己虽然邪淫后,有时会出现负面情绪,但影响都蛮小的。 除此之外,手银累积的伤害,使我相貌变丑,弯腰驼背,借一段时间背部自然会自己挺起来,但如果右手银就会再驼背。 其实我当初没打算写自己的故事,因为我并没有严重的症状可以让人得到警惕,不过你们有的成员想看,那就写吧。